大家早安 安全用現場時間 趕快帶您來關注的是 今天最重要的國際大事 就是這個美國總統大選的首場辯論會 已經開始了 在稍早臺灣時間的九點鐘開始 那其實到這個時間點 應該是要結束了 到表定是到十點四十分左右 就會結束 不過來看到這個現場最新畫面 好像兩個人現在還在談 不過有些小細節 帶您一起來回顧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當雙方一開始要走進舞台的時候 是完全視線沒有交會 而且也都沒有先禮後兵 好比說先握個手才開始 兩個人完全零互動 現場的氣氛 感覺上是真的蠻冷冰冰到了極點 好不過從這個硬幣的決定順序 來看到的是現任的總統 拜登率先發言 他是站在舞台的右邊 那另外左邊的話是川普 一開始主攻的這個重點議題 就是經濟的部分 提到通貨膨脹的問題 好主持人就問到說 兩位參選人有沒有什麼解決之道呢 好這個經濟問題到底該怎麼振興 或者是說能不能夠增加就業率 拜登就直接說了 川普是留給他一個崩潰的經濟 而且在川普主政的時候 這個失業率是不斷上升的 所以拜登說還是需要了 這一些時間 把事情給整合起來 再加上說 因為這個川普執政的 拜登執政的前幾年 是遇到了疫情 再加上這個川普留下的一些 他認為的爛攤子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把這件事情 整合起來 所以他需要了一些時間 但是他覺得 現在在他主政之下 這經濟是有變好的 而且他強調說 川普的領導之下 事情變得很糟糕 可是對於拜登這樣的說法 當然川普是立刻反駁了 好他說拜登是沒有處理好 通膨的問題 更舉出說現在的物價 來看真的是很可怕 因為過去一百元的食品 現在漲到了一百二十元 到底要叫小老百姓怎麼樣接受呢 而且油價的部分 也是不斷的在漲 他說拜登沒有把經濟給搞好 而因為通膨讓大家深受其害 讓很多的家庭 現在可以說是過上 入不敷出的生活 而川普持續自誇說 在他的任內創造了最好的經濟 但是拜登卻還擊說 你的經濟政策是減稅 但是你只獎勵了一些富人 沒有讓很多的民眾 都真的有受惠 而川普就被問到說 關稅是不是真的會 推高物價的問題 他強調說 他是為選民帶來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的 但是顯然拜登不認同他的說法 好第二題也是重點題 就是內政裡頭的移民問題了 拜登就批評說 川普執政時期 因為很嚴格的移民法案 讓很多的家庭因此而分離 讓孩童跟他的父母親 在很小的時候 就必須要分開生活 上演著一些很令人覺得很難過的畫面 天天在這個邊界這邊上演中 可是川普就批評拜登說你的移民政策就是太寬鬆了 所以讓很多非法移民想要入境美國 當然也讓邊境亂成一團 可是拜登就反擊說 邊境很多警察會駐守 並不會造成混亂的 好川普就怕轟說 拜登大開邊境 讓邊境亂成一團 也讓當地發生了非常多的刑事案件 甚至說有殺人或者是掠奪的案件 造成了混亂的狀況不斷 他批評這個政策根本是移民殺人 措辭是蠻嚴厲的 另外呢就是這個也是跟內政很相關的墮胎權的議題 川普還是堅稱說這個墮胎權 應該是讓各州自己來決定反批拜登太過激進 拜登就表示說 很多的人都應該要支持這個 也都他們表態是支持羅素韋的案的 廢除這個案件是很可怕的 他說應該讓這個決定回歸到各州 就像各州對他們的公民權規則 遊戲規則是不一樣 好 他說呢 這個墮胎應該是婦女和醫生之間所做的決定 如果說他當選的話 他承諾會再次恢復羅素韋的法案 而另外在外交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呢 對於抗中以及台灣的議題 並沒有太多的著墨 但是剛剛我們收到一個最近消息 對於中國大陸的政策的部分 川普是指控說拜登有跟中國收錢 好 但是他的這個提出來的觀點 並沒有任何的證據 所以後續的攻防 可能待會再為大家來做整理 不過在外交政策的部分 第一題主持人直接就問到的 就是現在的俄烏戰爭了 好 主持人就說 川普有沒有同意說俄羅斯總統普丁 現在提出的停戰協議呢 因為普丁他先前曾經提出的停戰協議 就是他希望俄軍 目前在烏東地區佔領的那四個地方 就是烏東的四個州都可以屬於俄羅斯 另外就是烏克蘭要承諾不會加入北約 那俄軍才有可能會停戰 好 不過川普直接就回應說 他沒有辦法接受普丁所謂的停戰協議 但是呢 講完這個 他還是持續在攻擊拜登 他說拜登政府對於烏克蘭的軍援 以及晶圓的部分 支持實在太過了 太over了 好 不過拜登對於他自己政府的政策 對烏克蘭的政策是辯護的 他說呢 沒有直接提供資金 而是提供武器來協助烏克蘭的防衛 那另外在以哈戰爭的部分 這個議題就比較敏感了 因為呢 其實在這個拜登 在停以色列的政策的部分 讓很多美國的選民自己也分成了兩派 很多人他們是因為是猶太的家庭 所以他們是力停以色列 但是有很多是巴勒斯坦後裔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拜登一直在軍事部分援助以色列 並且也沒有以非常強烈的措辭來 這個希望以色列可以趕快止戰 那另外呢 川普其實他自己的話 他的女婿就是猶太人 所以其實他對於以哈戰爭 他也是身處於一個比較敏感的角色 好 主持人就問到說 怎麼樣終結以哈戰爭呢 拜登就重申對以色列的支持 而他認為哈馬斯應該被消滅 但關鍵來了 問到說是不是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呢 其實拜登先前就有表態說 他是支持兩國方案的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 但是被他問到這個敏感的問題 川普他沒有正面的回答 他跳過這個問題 反而後來再繼續攻擊說 拜登真的變得很像巴勒斯坦人 另外呢 外媒現在也分析說 其實上半場兩個人的發言時間 川普是比拜登還要多了六分鐘 因為主要就是他們有一塊是可以反駁的 那川普的話一貫的風格 就是抓到機會就反駁 不管到底講是不是真的 他反駁了再說 所以他相信之下 他多出了更多的發言時間 跟拜登來比起來 好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呢 當然這一次我們觀察到的 到目前為止 其實兩個人的攻防戰 重點還是放在內政 因為這當然就是美國選民 他們比較在乎的議題 而其實對於兩個人來說 兩位參選人來說 這一場九十分鐘的辯論會 都是一個體力蠻大的考驗的 因為兩個人年紀都不小了 拜登已經八十一歲了 川普也七十八歲 但是整段的九十分鐘的辯論 有非常多的題目 包括了內政 包括了外交 還有很多很敏感的議題 比方說兩個人其實現在 家庭成員的部分 還有自己本身的部分 都有官司纏身的狀況 所以呢 他們必須要在這九十分鐘 要來做攻防 而且中間只有兩次的廣告時間 也就是說這兩次是可以 讓他們稍作休息的 而因為這一場辯論會 其實先前這個拜登的團隊 就要求說希望是零觀眾 因為不想要讓有一些 川普的支持者在台下 有機會可以跟川普 幫他校正 幫他助政的狀況 讓場面變得很混亂 所以現在這個辯論場合 是沒有觀眾的 那另外辯論會也擔心說 先前發生一些比較混亂的狀況 所以他們有特別設計說 比如說拜登在發言的時候 川普是麥克風消音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立刻打斷 或者是沒有辦法加入他的觀點 來打斷對方的說話 好 另外呢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司法案件 纏身的部分 當然川普呢 先前就被定罪 也是美國史上的第一個總統 被刑事定罪 而且是多達三十多項的罪名 但是川普他堅稱自己沒有任何不當的行為 好 另外呢 他也自己說他沒有跟這個先前被指控的一個成人片的女星 有過從生命的狀況 那另外拜登的部分 算他自己本人是沒有刑事官司的 沒有涉入一些司法案件 但是他的兒子就是杭特拜登 也是史上有第一家庭的成員被定罪 被刑事起訴 而且呢 他的罪名是因為他在購買槍枝的時候 是涉嫌濫用藥物 所以他在這個表格上面是有作假的 這對美國的這個槍枝管理來說 是蠻嚴重的 好 因為大家就會聯想到說 你自己的小孩都管不好了 也難怪你說一直要槍管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做啊 讓美國的這個槍枝的泛濫的問題 還有槍枝犯罪的問題 在你上任之後 看起來這個數字上 也越來越多有這種仇恨 使用槍枝的犯罪的事件 另外呢 川普他就主攻說 拜登的兒子是被定罪 所以拜登自己也是罪犯之一 這個言下之意可能就是在指控說 拜登沒有管好小孩 好 另外呢 川普也堅稱說 是沒有支付封口費的 也說這個成審的法官 非常的不公正 是完全不了解整個事情的原委 好 另外要來看到 就是這一次的攻防戰 辯論攻防戰 但內政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談到的是 包括了墮胎 醫保 還有環境等等的層面 那經濟層面剛剛也談了 當然雙方都批評說 各自的經濟政策是很糟糕 並且帶動了通膨 那現在川普的一個重點 就是他塑造拜登是一個好戰分子 比如說在以色列 或者是在俄烏戰爭當中 就是不斷的持續的軍援以及金援 那另外呢 在對我們來講比較在乎的議題 就是抗中的議題 對於中國的政策 這關稅戰還會持續打嗎 好 現在呢 雙方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表態 另外呢 這個護臺議題會不會在 今天的辯論會上面有持續著墨呢 因為在先前從兩位參選人 他們的過去的發言來看的話 其實護臺的部分呢 拜登是很明確的 他有表明 四度表明說 如果臺海真的發生衝突的話 那是真的會協防臺灣 但是呢 同時有戰略學者認為說 其實這樣的表態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他等於是打破了美中臺 過去一個比較巧妙的平衡 戰略模糊 可能就會進一步的激怒北京 但北京後來也連續發言說 要美國堅守一中原則 停止武裝臺灣 而川普的部分呢 其實在去年的七月份當中 他是有接受福斯新聞的專訪 當時就被問到說 那如果您再度重回白宮的話 是不是會捍衛臺灣呢 其實對於這個敏感的議題 川普他是避而不談 他認為說 這個是會跟他自身的利益 有所違背的部分 所以當時他是不談的 所以很難看得出來 他對於臺灣的政策 會不會真的 他在入主白宮之後 有所延續 或者是還是跟過去一樣 比較模糊的狀況 好 當然第一題 這個川普跟拜登的辯論 第一題就是主攻經濟部分了 有很多的選民就認為說 在拜登執政的時候 其實民生來看 是比川普時期還要困難的 不過拜登他首先就指出說 應該要先看看川普 當時做了什麼 因為等於是留了一個爛攤子給他 对于拜登的回答 川普是一点不以为然的回击 他表示他任内没有海外的战事 经济发展得很好 并且讽刺拜登 唯一创造的工作机会的对象 就是非法移民 而对于拜登指出的 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几乎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 好 川普则是抨击 其实美国的经济 现在是在崩溃当中 好 两个人的历史性辩论 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就曾经发生说 两个人互相打断对方 造成辩论场合 相当混乱的状况 那么在今天的辩论的时候 当川普回答主持人 有关于美国国债 到底要如何应对时 他就立刻离题 攻击拜登的移民政策 也让CNN的主持人 就立刻阻止 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太阳西全校客废 有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西全校 克菲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